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撕呢 就是抽丝的撕 运镜如抽丝嘛 抽丝的撕 扣就是一个提手旁放一个口 扣上扣子的扣 那么今天呢 我把我对贝斯扣的理解 体会说一下 我们不谈这个什么呢 我们不谈理论上的东西 民歌廖太极 谈时不谈虚 不谈理论是我们民歌廖太极这个频道的初衷 就是告诉你怎么做 那么贝斯扣呢 他的这个做法和我对他的体会说一下 这个在理论上的东西 我们不去探讨 因为很多视频啊 书籍啊 说 城市太极权的这个贝斯扣 什么 这个是什么卦 我有的视频说 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 算卦的卦 就是什么卦象 天卦 地卦 钱卦 这个呢 东西不是我们探讨的范围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贝斯扣我的一个体会 我的理解呢 关于贝斯扣理解的很多 有很多人对这个贝斯扣的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 贝 表示是贝面 施是抽施 扣就是这个施啊 被打了一个结 我的理解 贝斯扣呢 就是我们的背后 像一个施打了一个结 我们要把它解开 我们要把它解开 我 这是我的理解 我没有看别人的 没有按别人的说法说 我怎么理解的 我就怎么说 别人说 那是别人的事情 好 那么 贝斯扣它的做法呢 就是我们在两腿分开以后 自然分开 那么 我们两手 轻轻地握空心拳 然后呢 这个拳不要握紧 要握空 然后呢 身体要放松 要放松 那么 然后呢 我们把身体呢 左右的转动 当转动到右 哪一边的时候 哪一边的手呢 比如说我往右转动 我们的右手呢 就向上抬 抬的时候呢 抬的时候呢 你的小背 大背 跟着转动 抬的时候 在转的过程当中 向上抬 向上 向后 那么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的手背的转动的时候呢 身体向右转 我们的 往右转的这个右背 也把它向 我们叫外旋 就是 嗯 向外旋 然后呢 再把它回过头来 向内旋 向内旋 以后呢 从我们的 腋下到 内骨 向腰 向下 那么 这时候呢 向下的时候 身体 向左转 身体向左转 右手内旋 身体向左转 身体向左转 这个 我们的 大背 小背呢 右背呢 向内旋 然后 顺着顺着 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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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向下 顺向后 顺向后 身体 转动 那 同时 依然 macci 左背向上抬 向上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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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 Confederником 把你的大臂小臂向外旋 左臂向外旋 我们现在是向左转身体 向左转的时候 然后呢 左臂也是一样 然后呢 向内旋顺着腋下 向下向后 身体再转向右边 在向右的同时 右背像刚才一样的抬起来 那么这种 它的动作是这样 那么我们聊天 就是聊我自己的体会 我自己的体会呢 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 这是外形 这是讲的外形 那么我们的内部 要随着这个骨节的转动的时候 我们要把自己想象成 一个骨 一个白骨 一堆白骨 我们就想象着骨头在转 想象着骨头在转 骨头在转 我们说气形于背 气形于背 他以前说内加全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 练的是内部 那么内部呢 也是把自己想象成骨头 那么我们的骨头带动 我们的手背向转的时候 带动了你的什么 盆骨 直骨 尾骨 就是尾椎 脊椎 都在旋转 那么就是我们的身体 是一个公转 这个小背 大背 都是一个自传 这个自传 就是 那么我们的意在哪里呢 意在背上 意在背上 就是我们来体 就是明格聊天 我们不谈理论 就是说 我们就是好比我们的背后 是一个够不到的地方 它很痒 我们要抓又抓不到 怎么样呢 我们要体会 这个衣服 这个背后的这个衣服 帮你解痒 帮你这个 帮你解痒 那么呢 但是背诗扣这三个字 那么就是 我把它理解成呢 我把它理解成 我们背后 这个地方 用丝把它打一个结 我们呢 是要把这个背后的结 把它解开 那么我们手又够不到 我们用什么来解呢 就用我们的背来解 也就是我们的背部 要动起来 那么背部要动起来呢 就要动到 连带着你的盆骨 这个你的直骨 和你的尾椎 腰椎 要动起来 动起来 使你感觉到 背部的存在 背部的存在 这样呢 来做一个 这个基本的这个练习 那么这种练习的好处 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现在的目的是 要把这个背后的结解开 背后的结要解开 这个胸的后面背部在动 那么 这个时候 它为什么背丝扣不叫背绳扣呢 那因为这个丝很容易断 你还不能让它断了 所以呢 你要轻 如果我们用了很大的劲的话 这是一个绳 我们用了很大的劲的话 那么肌肉就紧张 肌肉紧张起来呢 那么背上就没有气了 我们说气形于背 在松的状态下才有气 没有松的状态下才有没有气 那么这个气你暂时感觉不到 没有关系 你要松松的去体会 去体会背后的存在 背后的这个结 结在哪里 这也是一个关键 结在你所够不到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这个结把它解开 这个丝 还不能让这个丝断 还不能让这个丝断 这样你就松下来了 它的目的在这里 那么呢 这个背时候我们练习的 这个方法 有几个要点 一个要松 一个呢 要略微慢一点 慢一点 来体会你周身的肌肉骨骼的运动 肌肉骨骼的运动 那么它的外形呢 你可以大 也可以小 这个 有的地方呢 这个人呢 有的人呢 他讲的就是说 动作要怎么做 什么要标准 要多高 多低 怎么样 我个人的理解不是这样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这个动作可大可小 可高可低 可高可低 我只要达到了背部的运动 就可以了 那么 然后呢 要体会 骨骼的运动 你的肌椎的运动 盆骨的运动 这胯开开以后 中间非常灵活的这种感觉 胯开开了这种 要体会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这里不是重点体会胯 重点是体会背 因为我们的运动 因为我们的运动 宽关节 肩关节 脊椎 我们都知道它会动 但是呢 唯有我们手够不到的这个地方 我们手够不到的这个 这个位置 你看我们手正好够不到的地方 你看 正好够不到的这一块 够不到的这一块 有个节 我们要把它解开 我们要动的是 那个节的地方 这个节的地方 要动 这呢 就是说 我们 把气在背上进行行走 进行行走 那么 我想 练这个目的 一个 是要体会 这个 筋骨 背后的筋骨肉的存在 因为我们平时是体会不到它的存在的 背部因为它 基本上不动 那么我们 要练这个背思寇的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搞清楚 不管你的意 什么意 什么形 它的目的 你知道了 你按照这个目的去练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目的就是要使你手够不到的这一块地方 够不到的这一块地方 动起来 动起来 它的动不是肌肉的动 是你里边的气血的动 气血的动 这是我们练的终极的目的 好 那么 今天呢 我们聊这个 关于陈世泰一拳的这个背思寇的这个练法 和它的目的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你可以 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以后再接着聊 我们原来讲明哥聊太极 把民间怎么传承呢 我们就怎么传承 我们不讲理论 只讲怎么做 那么 呃 喜欢的朋友 你可以照着我说的这样 松松的练一段时间 练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你啊 你练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你 一定要 从周围 向中间 啊 练到中间的那个 够不到的那一块 使他感觉到他在动 他前后动也行 他左右动也行 你体会到那个地方在动 这样呢 就使我们 给我们的 打拳的时候 啊 这个 呃 折叠呀 什么 什么鼓荡呀 打下一个基础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啊 这个 以后再接着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